明朝灭亡后,民间称吴三桂,祖大寿,红成仇,魏藻德为四大罪臣,其中,魏藻德是无可争议的罪臣之首,他最后被求于于李自成的大牢之中,惨遭五天五夜酷刑,恼烈而亡。 开启订阅小铃铛,包包说历史为您讲述课本上没有的事情,从我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节点来看,奴隶制社会以兼并战争为主,而封建社会则以改朝换代的取缔战争为主,从其原因来看,历朝历代的兴衰从来不是皇帝一个人的原因,之所以兴盛,不仅需要有贤德之君王, 还需要有才能的朝臣进行辅佐,而一个国家的衰亡,大都不只是因为皇帝的昏庸,因为在那个家天下的时代,任何皇帝都想要坐稳自己的江山,而导致其最终灭亡的。 多数是朝臣内部所进行的分化瓦解,比如大明王朝最后的亲父,基本都是在罪臣的破坏之下,而后随着李自成攻克北京城和崇祯皇帝的已死殉国。 大明灭亡,其中有不少罪臣被一一问罪,有一人罪责之严重,堪称明朝四大罪臣之首,被李自成残忍折磨五天五夜,最终恼烈而亡。 大明朝命运的悲剧 明朝虽然前后经历了十几个皇帝,但从他们的经历和作为来看,似乎每一个人都在将明朝向灭亡的道路上推进。 早从第一个皇帝朱元璋开始,就以残酷的反腐手段处理了绝大多数官员,在行为上有些偏激,不少有能力的政治人才被处理,导致后代无官可用。 从此后继位的大明皇帝可以说是碌碌无为,漏洞百出,不是发动内战自我消耗,就是贪图享乐荒废政治,甚至还有死于玉衣物诊的荒谬情况。 这些种种情况都是在为明朝的灭亡推波助澜,到了朱游孝时期,朝廷基本被宦官掌控。 因为轻信了太监魏忠贤,导致其把控朝政,在内部结党营私,开始从政治,经济等多方面扶持自己的势力,等到崇祯皇帝朱游俭继位的时候,朝野上下都是其党羽和眼线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才将魏忠贤的燕党集团彻底搅除。 这次搅除行动,虽然让崇祯皇帝掌握了权力,但已经无法挽回大明朝亲父的局面。 从崇祯皇帝本身而言,他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,为了挽回局面,他既不喝酒,也不沉迷女色,全天操劳于正事,但受到此前燕党的影响,他的控制欲较强。 任何事情的处理,都过度自信于自己的个人能力,对手下朝臣十分怀疑,这便让一些正确的决策不能及时实施在朝廷之中。 而这些种种,只是大明朝灭亡的次要原因,朱游俭隔绝百官,刚毕自用的行政体系,造成了朝廷内部党争的出现,尤其是在进行多次的首府更换之后,官僚的管理成本飞速增加。 但却不能做到各司其职,这就会造成国家财政的大量浪费。 在这种情况下,对民间的进一步索取,就会进一步激化矛盾,再加上各地出现的旱灾等自然因素。 农民起义在四处频繁爆发,政局出现动荡,而因为崇祯皇帝的刚毕自用,朝中贪官继续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暗箱操作, 福库空虚之后,竟然直接将魔爪伸向了军队,军饷军粮被大肆侵吞。 这些种种行为,造成了大明朝国家内外的大混乱。 之后,农民反叛的代表李自成崛起,随着大军攻入北京,明朝灭亡。 从客观因素上看,崇祯皇帝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,他自己也曾说过,设计轻浮,乃是百官之祸,因为自己的行为并没有得到官员的贯彻和支持。 未早得的罪状 随着崇祖皇帝的上吊自杀,明朝不少大臣成了李自成的俘虏,部分被留用,但也有一部分被定义为导致亡国的罪臣。 其中一位叫魏早得的,被定义为四大罪臣之首,后面还受尽了酷刑折磨,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魏早得不同于其他的宦官,他从不将自己的坏表现在明面上,而是先通过隐忍和笑面虎的外表来骗取皇帝的信任,之后再通过自己出色的表现获得重用。 这种善于折服的奸臣,往往是朝廷最后的致命大患,魏早得是顺天人,也算是都城的座地户,典型的十年寒窗无人问。 一举成名天下之,他在明朝后期发奋读书,凭借过人的才华,在崇祯十三年考中状元,还参加了殿士,及皇帝亲自组织的考试,崇祯皇帝欣赏其文采, 便有意将他留在身边重用,之后便将包括魏早得在内的一行考生,用报仇血恨的问题对几人进行了小测试,其余人等都提出了复仇的具体措施,这些显然不是朱尤简想要的答案。 目前明朝的现状根本不适合外出打仗,唯独魏早得提出要想复仇,必须先解决自身的问题,朱尤简对这个建议十分满意。 当时尚且不知道他是否为真心,鉴于当时人才凋零,便直接对魏早得委托重任。 魏早得有了皇帝的支持以后,在朝中逐渐拥有了崇高的地位,此时的他并没有想为国家出力,而是开始利用植物质变,中饱私囊。 朝臣见到魏早得地位甚高,纷纷依附寻求庇护,然而少不了的就是钱财贿赂,之后便与百官勾结,让手下的鹰犬爪牙在崇祯皇帝念前吹耳边风。 魏早得的官职越做越大,但无论在哪些方面,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成绩,而就在这时,农民起义的头领李自成帅大军攻城掠地。 此时的崇祯皇帝,依然还天真的相信魏早得的所谓能力,直接赋予他兵权,外派驻守天津重地,自己则坐守都城,寻求脱身之法,结果魏早得猜到了崇祯皇帝的想法。 就连殿后这件事情都束手无策,眼见大兵压境,崇祯皇帝已经十分着急,甚至有了委屈求全,供置天下的打算。 于这种情况下,询问魏早得时,他依然表现出明显的慌乱,没有做出任何评价。 之后,崇祯决定拼死一搏,但奈何朝中驻崇遍布,国库空空如也,此时崇祯便召集群臣,想要他们拿出家资。 支援战争,但其中最有钱的魏早得,竟然直言自己家里没钱,拒绝了皇帝的请求,结果没用多久,李自成大军就围了北京城,当时破城在即,情况十分危急。 魏早得却拦住了前去给皇上报告情况的大臣,还自称上天保佑大明江山,地下与儿等,自会安然无恙,结果当天晚上,就有顶不住压力的宦官外出投降了。 随着开门献城,北京被李自成拿下,最臣的凄惨下场。 随着崇祯皇帝的大意自尽,不少明朝大臣赶其气节,纷纷以死凝制。 魏早得作为当时的首府大臣,国破家王之际,李当以死谢罪,但他却选择了苟且偷生,为了不引起风吹草动。 魏早得甚至连自己的家人都一并隐瞒,等到搜查的风声过去之后,才穿着平民的衣服,再次返回家中。 但李自成如今已经是高高在上的天子,根本不可能放走首府这种前朝高官,即使是身死,也要找到其尸体,厌明正身。 所以没过多久,魏早得就被农民军抓了。 在面对李自成时,魏早得又一次露出了谄媚的样子,李自成自然不会吃他这一套骗术,甚至还故意调侃问他,身为朝廷重要官员。 为何不随皇帝而去,也算留下忠臣之名。 此时的魏早得也顾不得其他,顺甘爬式地说道,我之所以没有死,是为了给您敬忠啊。 这时候的李自成见魏早得为了活命还在口是心非,便再也忍不住了,破口大骂道,明朝当时没有灭亡时,你怎么不说? 既受国恩便应当以死而报之,说得魏早得哑口无言,国家威王之计不以国事为先,只考虑自己便是不忠。 自当官之日起便为了一己私利笼络国家财政,毕塞圣上是听欺上瞒下,拒绝为国家出资。 这些行为都是造成明朝崩塌的重要原因。 自此,李自成也懒得和他废话,直接将一行被判定为最臣的明朝官员打入死牢。 魏早得作为其中最大恶极的一位,自然是要受到一些特殊待遇。 通过对其过往的了解,得知魏早得还藏了不少财产,连国家灭亡之石都没拿出来。 所以便派遣官员对其严刑拷打,一是惩罚其前朝之中获国殃民的所作作为,二是找到那笔不菲的隐藏财产,而此时的魏早得似乎已经将贪财刻在了骨子里。 面对拷问,始终坚称自己没钱,但负责审问的官员却一个字都不信。 接下来的五天时间里,魏早得遭受了各种残酷的刑罚折磨,浑身上下皮开肉绽。 魏早得面临的最后一道酷刑,乃是加冠上脑,对于这些国家的蛀虫,行刑官员没有丝毫怜悯,甚至还带着抱怨和鄙视。 随着一声令下,魏早得脑炉爆裂,当场去世。 对于魏早得来说,有这样的结局属于旧游自取,古人云各为其主,哪怕是国家危机,身为一招臣子也应当为国家尽最后一份力。 如果魏早得一心为国,就算在明灭之后投靠李自成,也不会有这样的结局,而魏早得却从身居高位开始就自私自利,对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害,所以即使到了新朝,也不会受到重用,如此残酷的死亡方式,也算是给崇祯皇帝一个交代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